连锁三角旗,谁先下完谁就赢了 这就是近期非常火的连锁三角旗 玩法是每人都拿一半皮筋 然后拉动皮筋套在棋盘柱子上 每根皮筋每次必须套住四根柱子 通过皮筋的纵横交错形成三角形 然后在三角形里放一颗属于自己颜色的旗子 有几个三角形就要放几颗旗子 谁先把手里的旗子全部放完,就算谁赢 这款连锁三角旗是专门为中小学生设计的 它的玩法简单,但是要一次形成几个三角形 却非常考验小朋友的逻辑思维和空间想象力 玩这个旗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观察力 手眼脑协调能力,以及耐心和专注力 如今的孩子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 有了这款连锁三角旗,可以让孩子亲自动手去摸索 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孩子开发大脑,提升智力 远离电子产品的诱惑,它可以双人对战 也适合全家人一起挑战 增加亲子互动的同时,还能促进亲子感情 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安排一个 我赢啊